第三節的新聞透視,詹希Sir和Leo都在這裏 鄭家純說,Leo繼續說鄭家純發生什麼事 為何他又會贊成建居屋呢? 他是大地產商 如果在三個人說話,一個是銀行家 一個是最大的發展建築商 在地產商來說,鄭家純,大家都知道 他重立整個佔沙罪區 其實很簡單,那裏有很多舊樓 久而久之,大家都會想到 可能有一個聯繫性的聯想 就是八變九這件事 九變八 九變八 九變八,就是強拍 簡單來說,大家都沒有什麼意義 坐在這裏來說,擺明就是你傾斜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一個銀行家,他最喜歡做 是不是做鄭家純的磚頭生意呢? 在本地沒有什麼所謂呢? Banker最喜歡做,就是Dealmaker 你由九變八 做成一些大生意 就可以做到Deal了,怎樣做呢? 簡單來說,先利用政府這樣的法例 收了禮之後,簡單來說 逼小業主將私產交出來 叫做林鄭所說的共同擁有論 簡單來說,逼他住出來 跟著他們去買居屋 不是,他們買不買居屋 就是校圍分解 到時他可能有錢 他可能說有錢的 買私樓,世界私樓 是回到新界區買三四百尺 四百尺的小單位 可能夠錢的,剛剛夠錢的可能會 其實就是把小小業主的私產權逼出來 跟著借助Banker轉一轉手 現在說到尾 已經有一些報章雜誌都說了 就是說,一些這樣的法 就是收回來 好像收購,並這樣玩 其實都賺了很多億的 我記得有一座大的物業 就是說都賠給小業主 跟著他都說賺十三億的 我記得,我不記得 那當中那個Among Banker很開心 一定會做 對,我們大家多一點 因為這裡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地產發展商 都不會自己拿自己的錢出來做的 他一定是跟銀團貸款 如果這些交易大 當然,銀團貸款 大家都好做 是不是? 地產商不用做真金白銀 銀行家是會賺錢 好了,但是地產商都會想 如果我這樣逼那幫人 那幫人會發瘋 但是如果現在政府 建一大堆居屋 那這幫人 其中有一批 不行的 就一直這樣走 是不是? 或者,至少居屋 保護那個中下價樓市場 不要過瘋 這就能夠回去買中下價樓 中下價樓升的話 政府再建一些居屋 等那些剛剛有購買力的年輕人 80後後後 70後後後 剛剛夠錢 但是又買不到中下價樓 他就去排居屋 是不是? 所以居屋本身 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調節法 而且可以因應市場調節 譬如這一段時間 樓市像是肆熱的話 他就可以推出居屋出來 到最後 怎樣可以看到肆熱呢? 你只看申請表 就已經知道 指數 你想想最近 丟這4000個貨美單位 你真是 其實是侮辱香港的 那些70後和80後 真的要說粗口 真是頂你的肺 為甚麼? 全部是爛樓 是居屋裏面的爛樓 是呀 我知道 我就是其中一棟 錦風園 漏水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我不要說 你知不知道 現在沒有人理我 沒有人理我 他當然不理你 立法會員 都幫不幫我 我懂得這麼多 沒有人幫幫我 就是推進去 你就死了 那一棟牆 一落雨滲水下來 我整棟牆爛爛了 傑Sir 你說我怎樣 錦風圓 叫人買蝶翠軒 叫人買蝶翠軒 這些樣子 你說是不是 就是你根本上是 玩死 那些七十後八十後 剛剛有購買 我講兩句 我講兩句 不阻礙你這麼多 我為什麼要投訴 買完這些爛樓 你和房署 就算找人來看 他都好 就把責任全部推給你 你在那裏 那裏 和管理公司 互相推卸責任 沒錯 玩了一整年 就能解決問題 總而言之 一年 一年算短 我只能搬一年多 阿哥 你想想 我們這些小業主 我們都是向銀行借錢買 大佬 我這樣住的爛樓 又不能住手 又不知怎樣 天天面對那牆牆 不斷爛不斷滑 其實說什麼 你就是建築箱裏面那牆 那些材料有問題 是啊 你完全不去真心驗樓 你知道以前房署驗樓 那些拿西法的 不用說 所以你 真的離譜 這些本身應該是 如果你有大量的居屋 在這裏 有兩萬個單位 你不用推這些爛樓出來 給那些七十後八十後 你直接當那些人 你根本是租質 你一說就說出 簡直是叫做欺壓七十後和八十後 政府是很賤的 賤得很厲害 但我回來 其實呢 在剛好九七樓市想的那段時間 我是通過什麼 我通過最自由市場經濟的報紙和雜誌 就是一周刊 是 解給我聽 解給我聽一個問題 這個大家都一定要認識 是 任何一個經濟 如果用樓市做火車頭 這個經濟 是長遠來說 是一個收縮經濟 很痛苦的 現在我們就是在經歷這件事 現在再繼續做多一次 我們會死定 就是怎樣 你想想樓市 你不同 不同你科網股 科網股爆破 都是有一層人 想著去投機 但是樓市就是影響所有人 樓市大家都知道 他根本上是自己一周刊 是楊懷康教我們看的 他說 一周刊說 你根本上樓市 就是施洗未來錢 我要將未來二十年的一半購買力 一半的 阿菲羅普銀行 全部放進去 我唯一能夠指望的 希望樓市繼續升二十年之後 繼續保值 但是這件事不保證 如果樓市炒得過高 二十年之後會倒下 那就是我的錢 完全變了黑洞 未來二十年的一半收入 變了黑洞 是沒有了 你說社會是不是有什麼辦法 下一代不是窮過上一代 現在我們就看到這個局面 八十後生活不了 你說沒理由 香港為什麼這麼有錢 八十後生活不了 你想想全部錢已經供了樓 所以樓市本身 這種泡沫的恐怖地方 就是他將你未來 基於未來二十年 你的收入 全部推進去現在的房地產 現在當然是熱火朝天 但是之後二十年你怎麼辦 現在我們便在面對這個問題 還有將來可能九變八 八變七、七變六 強迫那件事 你想想二十年三十年 他又說要收你 或者你想怎樣都可以 任那魚肉 那裡我們要找另外一次 再詳細討論市區重建問題 那個問題是很大 和很差的 但是香港這個社會 已經慢慢完全變成 第一 中國大陸的精英來香港殖民化 第二 就是整個由地產商 完全進駐所有社會層面 包括政府高官 全部是地產商的走狗 沒錯 這個問題是走狗化的 其實你有沒有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自從領會上市之後 你去到任何一個區 那些店舖是一模一樣的 直接去 是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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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說 如果你想回後面 是所有價錢 是鎖死在同一個價錢 是啊 簡單來說 你已經變成 是地產商計劃了你的消費 的每一個行為 那怎麼辦呢 即是你無論在尖沙咀買一枝牙膏 又是20元 你去到公屋領域相約又是20元 還加上一件事 就是說現在開始 我發現一件事 超市也好 即麥當勞也好 是秒秒改一個價 是啊 它好像現在是炒賣 就是好像一些商品期貨 海鮮價 以前是海鮮價而已 現在牙膏都是海鮮價 以前很包含海鮮價 原來很包含海鮮價 因為你看到一件事就是說 每一間店舖可能同一個品牌的店舖 在這個區是這個價錢 在那個區就不是這個價錢 我什麼時候知道 應該大概在年頭 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我在中環買一個漢武包 其實是不同價錢的 然後我想一想 在我自己住的區 又好像是 是嗎 是啊 還有 近期就說了一件事 就是 不是分時段的 超市分時段去買東西 是 左閃右鼻 即是你以為看完 拿著那份報紙 有了 例如我落到去 是最貴的價錢 就是五六天那時候 就是最貴的了 平時說有減價 是啊 真的就是有減價 不過那幾個小時 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近這五六年 這五六年 其實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生活模式 就是說 其實你是不需要流動性的 你只在這個區自己住就可以了 你坐車都可以省 因為你去哪裏都是同一樣商場 同一樣的消費模式 是甚麼都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已經開始 就是統一 統一了這個消費模式 統一化了 那聲音又統一 聲音又統一 遲些思想都會統一 是啊 那不是遲些就快來了 所以今集又差不多時候了 我們下一集會繼續 我們上次嘉賓 吉祥物只做 哈哈哈 多謝大家新禮